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5月6日 河床市去柯泰尼沙 周五清早 南美自由杯分组赛先赛一场 身处F组的柯泰尼沙届时将坐镇主场迎战河床 河床分组赛三仗全胜 期间攻入五球只是一球 再加上他们目前正处于各项赛事两连胜之中 河床金扑值得看高一线 柯泰尼沙五月遭遇开门黑 上仗八甲对阵哥连泰斯 马菲斯山渡市送上乌龙大礼 最终导致球队零比一落败 各项赛事两连胜也被终结 在此前三轮的自由杯分组赛中 柯泰尼沙的发挥意十分一般 只得一胜二负的战绩 而他们所击败的是毫无战斗力可言的利马连 后者目前三仗全败 排名F组垫底 可见这场胜利并没有什么含金量可言 金扑面对领投阳河床 柯泰尼沙主场沦陷在所难免 上仗阿根廷职业联赛 背对阵沙米恩图 阻力安爱华里斯大眼帽子戏法 带领河床以7比0的比分大胜 并迎来各项赛事两连胜佳绩 在自由杯赛场 河床亦依然具备十足的竞争力 头三轮分组赛全部取胜 并且入五球只是一球 攻防两端表现稳健 而只要金杖能够顺利击败柯泰尼沙 积12分的河床 便能提前锁定一张淘汰赛门票 战役浓厚的河床 必定不会让三分堂落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就马上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